新花蓮的最新情况 可以在外面上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就在花蓮的同门大桥 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出现位移的情况 可以看到这个桥墩的连接处 原本是平平的接在一起 那受到强政影响 发生了位移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缝隙 那目前村长等相关人员 也紧急来到现场摆放三角椎 还指挥交通 因为这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 那就怕发生危险 那个不平整的地方会发生危险 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会担心今天好大雨这样子 会 而且从昨天到现在那个地震 到现在还是很多雨震 我们村民都很怕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睡觉 都没有睡 对啊 我们龙座那个都是停机坪 鼓速 我们再过去去看他们 回家过去 我们这样看那个桥到底到底危害到什么什么程度 我们要等那个厢工程那个建设客来会看 好了你也听到其实村长村民表示 因为花莲的余震不断的发生 他们其实也都睡不太早 甚至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那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同门大桥 受到强制影响发生的位移状况 原本桥增跟桥增连接的地方是平平的连在一起 但是受到位移的影响其实是出现缝隙的 其实它是高度不平的连在一起 所以其实是对人车来说是非常的危险 那目前呢村长也希望 政府能够提出专业的评估 提出后续的另一步处置办法 那以上最新情况将时间镜头交给彭内主播